他選擇跟顏寬冷同一天嘛 就在一起 在一起 可是呢 如果明天又放假 那就两个一起到礼拜五 两个在礼拜 礼拜五一定有答案了啦 今天没有答案 假使明天放假 那明天放假 可是顏寬冷的案子是在台中地检署 台中地检署就是如秀燕决定 就要看台中有放假囉 就看台中有没有放假 所以他们两个不一定会同一天 搞不好顏寬冷会超车 顏寬冷一超车 明天台中没放假 如果台中明天没放假 然后台北放假 顏寬冷是10点宣判 高宏安11点 对 那 上午放假 下午没放假 如果北北基陶放假 台中没放假 那台中地检署就要开门 台中的法院就要开门嘛 所以顏寬冷就会超车 但是无论如何 礼拜五一定会有答案 我真心觉得 他这一两年看他的表现 他真的心理素质很强很强 怎么说 怎么有办法说 他就在要被停止 没有停止 要不要被贪污自罪条例判 或者是伪造文书 或者是邻国城建议 把高宏安当成诈欺犯 诈欺市长 定位他是诈欺市长 邻国城建议的嘛 结果高宏安是诈欺嘛 那高宏安这两天 刚刚睡得起 然后他去应变中心 我看到那个表情 也是很沉重 其实他也心神不灵了啦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今天没有就明天 那明天没有就是礼拜五 对他因为他其实如果知道他要被判的话 他应该是希望今天啦 他今天就不用去应变中心啦 明天再来办到他明天再去应变中心 本来呢他选择跟年宽审同一天嘛 就在一起在一起 可是呢如果明天又放假 那就两个一起到礼拜五 两个在礼拜五 礼拜五一定有答案了啦 说今天没有答案 假使明天放假 那明天放假 可是盐宽冷的案子是在台中地检署 对 台中地检署就是如秀燕决定 就要看台中有放假咯 就看台中有没有放假 所以他们两个不一定会同一天 搞不好盐宽冷会超车 盐宽冷一超车 明天台中没放假 如果台中明天没放假 然后台北放假 盐宽冷是10点宣判 高宏安11点 对 那 上午放假 下午没放假 如果北北基陶放假 台中没放假 那台中地检署就要开门 对 台中的法院就要开门嘛 所以盐宽冷就会超车 但是无论如何 礼拜五一定会有答案 礼拜五一定会有答案 所以躲不过了啦 但是我觉得这几天 你看那个高宏安的所有的行程 都还在弄市政 对 我真心觉得他这一两年 看他的表现 他真的心理素质很强很强 怎么说 怎么有办法说 他就在要被停止 没有停止 要不要被贪污自罪条例判 或者是伪造文书 或者是林国成建议 把高宏安当成诈漆犯 诈漆市长 定位他是诈漆市长 林国成建议的嘛 就说高宏安是诈漆嘛 就林国成一直建议高宏安是诈漆嘛 民众党放的那些话 他都可以不定不定 对 就是说高宏安也希望人家说他诈漆嘛 他也不希望啊 可是党内就射箭给他说 高宏安诈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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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成讲的啊 那高宏安这两天 感觉睡得起 然后他去应变中心 我看到那个表情 也是很沉重 他昨天万安演义有接受访问 这几天他都对于他这个涉探案子 他都没有回应 包括柯文哲那一天 他也没有回应 这些都没有讲 问到这一题 旁边那个婷婷就把他拉走了嘛 就是说没有要回答嘛 然后就他们就走 其实他也心神不灵了啦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今天没有 就明天 那明天没有就是礼拜五 最晚台湾人的 咱们礼拜五 高宏安这个新竹市的市长 是继续当 还是被停职 然后呢就等着进行到二省去了 对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民众党 马上3Q就上升了 民众党明明说 民众党是什么政治 民众党说他是精英政治 我真的觉得民众党 把精英政治这个招牌 招过来念 刚刚好 怎么念 叫做党政 怎么念 怎么念 这个节目不是 我觉得 这个节目不是教学的 我们的天是台风天 也不一样 NCC没放假 NCC还在上班 老公我知道你在看我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要公平嘛 为什么 因为我评论柯文哲 说他民调 假老了 请问一下 有说错了吗 没有嘛 现在的孩子我一点招架不住 我这话题这么辛辣呢 结果没想到我这样的评论 居然比贪污还要严重 我告诉大家 中评会确实有寄这个函给我 他说什么 他讲了一堆 你违纪了什么什么什么 附上第十六条 你知道第三十六条是什么吗 第三十六条就是 其他违纪行为 得依情节轻重 来处分 还有情节轻重吗 这一条就是帝王条款嘛 对啊 所以第三十六条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手为上策 就是柯文哲不爽你 他就让你走 对 所以大家来看到 关于这个纪律批评决策的准则 为什么是叫柯文哲条款 你看 刚刚张医生跟大家讲嘛 你看 他多了一句就是这个什么 跟我一模一样嘛 叫情节轻重 一切都是看柯文哲而已嘛 那我问你 你觉得高华 如果真的一神有罪 的话会被开除党籍吗 还是高华安自己本身 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 我必须讲 第一个 高华安绝对不在意啦 为什么 柯文哲怎么称呼高华安 你知道吗 说他是杨女啊 我跟柯文哲说 你要道歉 柯文哲 我又没有讲错 这是秘密 好 重点来了 对于高华安来讲 他其实也很后悔 帮民众党拼这个 所谓的这个新竹市市长 所以他不想挂牌是不是 他其实本来就不想 从头都有个不想选 他是为了民众党出来的 我跟你讲 他当初本来想怎样 他本来想成家立业 好好的嘛 郭台铭也跟他讲 先生小孩比较重要嘛 这段你也知道 对 至于跟谁生 这个我不能讲 他们的事 重点来了 重点是 开除党籍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们不敢不敢讲 因为他们就很担心 柯文哲 如果 因为钟晓平的关系 一生有罪怎么办 如果他号称这个 改这个党纲 那如果金华人起诉叫秦杰秦 如果起诉三个呢 算秦还中 特别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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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不公 宇荣一 对 他就马上宣布他要参选台中市长 OK 那个当选过关 那落选被关 那我必须要讲 我认为就是说 像我们是放这个台风架 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虽然如果台风架 这两天会结束 其实台风架的结束 才真正是民众党的台风来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高安真的 一成被判有罪 我告诉你 整个新竹都崩盘 但是你要知道 柯文哲所有的支持 最稳的 包含民众党 其实就是新竹县市 如果一崩盘怎么办 然后国民党绝不会跟他合作 所以柯文哲的泡沫化 你有看过蚵仔土泡沫吗 恐怕就在礼拜四跟礼拜五 而且大家在想 大家在想什么你知道 柯友友会不会倒霉 新竹县出事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柯友友是谁 就是严宽恒 那如果假设如果明天又放假 星期五就是蓝白 有没有贪污的共犯效应 那柯友友我觉得 他就一片地垮下来了 高宏安其实当时 选新竹市长的时候 的确是 因为国民党先天不良 然后后天又有一些科技大佬 出来挺高宏安 高宏安才选上 因为其实当时在2022内战 民众党在高宏安新竹市 是没有什么重大角色的 因为他都是打着 郭台铭的子弟兵出来选 而国民党也是把他当成 因为郭台铭被普遍认为是蓝的 所以说国民党 并不会那么样地排斥高宏安 反而是柯文哲在新竹市 那个辅选力道是非常的低 那么高宏安现在遇到的困境 那么柯文哲 会去帮他的几率有多高呢 不是有多高 怎么帮 柯文哲自己都 都深陷官司里面了 对 虽然是他自然在查 不过也是在被查之中 那会不会因为高宏安的事情 而去改民众党的党章 高宏安置于民众党 高宏安觉得很重要吗 高宏安应该比较在乎 一审判怎么样吧 如果高宏安一审判无罪 高宏安可爽 如果高宏安一审判有罪 那民众党的党籍 对他来讲是什么 那无所谓 根本无所谓 你说12月25号 以后可能是由中央来派 跟高宏安来讲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反正只要不是我当的 谁当官我什么事 所以我才讲 很多人说高宏安应该要 提早请辞 高宏安应该要 辞去民众党的党籍 直接自己把它 宣布退党 对 可是自己宣布退党 其实对高宏安来讲 他也没差 高宏安也不会做 为什么 他一做这些事情 就好像我有罪 我认罪了 对不对 我退了民众党的党籍 虽然我不在乎那个党籍 可是我一半的退党 是不是我高宏安心里有鬼 我就认罪了 如果我去辞职 那是不是我高宏安 就表示说 我在这个立法院期间 我的这些钱是我认罪了 高宏安不会认罪 他一定拼到底 按照他匪陶匪的个性 按照他这种 高骄傲度的这种政治人物 他一定拼到底 那你奈他何 你奈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 我看问了很多人说 你觉得高宏安的状况如何 还有人在说 我们希望司法误亡误重 不要误亡误重 台风过后就知道了 台风过后就知道了 没有不用再讲 等那么久 台风过后是黑的是白的 就已经摊开出来了 另外你说地方 要罢免高宏安的气氛 会随着一审判决的结果 会增加他的力道 如果今天一审判决的结果 如同桃园几个议员 这种判法的话 我觉得高宏安就很危险 因为如果是重判 如果是重判 那下一步 那变成整个新竹市的耻辱 你虽然一审判下来 还不是真的有罪 因为后面还可以上诉 可是对于一个高度荣耀感的城市 新竹市来讲 那个是多高的耻辱 我怎么会留一个市长 被一审判定之后 还继续领半薪 那个整个罢免的力道 会比谢国梁还强 会比谢国梁还强 为什么 已经判出来了 一审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才讲 高宏安现在所在意的事情 是到底一审要怎么判 现在这个台风天正在吹 我想他在房台中心里面坐证 他心里面 对于灾害防救的关怀 可能会比在法院里面 一审判定的关怀还要低 因为对他来讲 什么叫土石流 一审判下来 如果重判 那才是土石流 那整个他的政治版图 他整个的人格 他整个的骄傲 会在这一审的一审宣判的时候 整个崩毁掉 因为你说其他的这些 要罢免的理由 可能都是一些 似是而非 一人而已 可是高宏安 这个是你一审如果判出来了 一审如果判出来了 那叫做是直接一翻两瞪眼 你也不要再讲 我还可以上诉 对 那你就好好上诉 你不要当市长 罢免是有理由 所以第一个 高宏安绝不会辞职 第二个 高宏安绝对不会主动退党 第三个 这种罢免的状况 要是高宏安一审判定的 重与轻而定 如果重 那么这个事情会烧得很大 我还不肯定就会上诉 那种事会烧得很大 我还不肯定吗 我还不肯定会烧得很大 我还不肯定会烧得很大